警方大破網上社交平台 辦賣大麻等毒品 再揭黑暴分子販毒牟利兼收兵 逐早前警方在倒破黑暴軍火庫 找出毒品 以及發現撐暴星火基金 關聯戶口牽涉到毒品交易 警方發現包括黑暴分子在内的毒犯 在不同的社交平台明目張膽開設群組 淘聞並貿販販賣大麻 又以卡通人物改圖美化吸毒 警方今年6月展開行動 本週連續侵破如30個網上毒局 總共拘捕包括中學生和黑暴青年在内的 41名毒品冊家 檢獲毒品市值約132萬元 警方正追查毒資是否涉及過往黑暴案件的非法資金 自去年6月黑暴示弱而來 用母圈子一直被黑暴毒品所動照 懷疑有人提供免費毒品或資金被暴徒充電 警方在多宗破獲暴徒武器案中 都檢獲大麻、可卡因等毒品 去年底警方已涉嫌洗黑錢凍結升火基金 一個7000萬元戶口 追查下發現一名青年曾在該戶口中提取4.8萬元 該青年同多人其後因涉及藏毒、販毒及洗黑錢被捕 警方檢獲大麻、冰毒等毒品 根據資料去年管港21歲以下青少年吸毒大麻人數 較前年上升48% 今年首半年涉大麻案被捕人士中 年齡由10歲至20歲青少年有68人 較去年同期增24% 如果家長發現子女長時間逗留系洗澡房 在房間內存有吸毒相關物品 例如水煙筒、磨粉機、煙斗及卷煙等 就一定要提高警惕